这样听起来很厉害 果中之霸 所以老百姓就会去想了 我不是太空人 我也不是王公贵族 我可不可以也吃得到呢 我刚刚前面提到了 陈其思赛如果到60多岁了 60多岁的老人家会有什么问题 会有心脏血管的问题 会有高脂肪的问题 尤其蒙古人 喜欢吃什么 肉啊 他们一定有什么问题 他们的脂肪一定吓死人啊 那为什么陈其思赛对杀吉 这么的相信 这么的喜欢杀吉 就表示对于这个心血管啊 脂肪啊 体态的控制啊 杀吉是有他的这方面的一个 好关键 那再来呢 提到体重控制 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 像我自己 我可是一生置业都在体重控制了 所以提到体重控制 你一定会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桑叶 因为桑叶这几年也非常的夯 它也是很多人在体重控制的时候 会碰到的一个食物 桑叶 其实桑叶是一味中药 一味中药 桑叶我还以为 小时候在养那个 桑叶 桑叶 是 土司吃桑叶 但是在中医方面 桑叶是很好用的哦 抗菌消炎都需要桑叶 对 再来调节体脂肪 也需要桑叶 我们通常吃了很多毒素 在身体里面 对不对 高油脂啊 胆固醇啊 或者空气很脏 所以你身体有很多毒素 所以中医的观点 认为桑叶可以帮助你 排出这些脏东西 很厉害 好 你看从前面的杀吉果油 走到桑叶 那现代人呢 很重视自己的体态 前面已经讲了嘛 对不对 你知道过去 就像西装是没有腰身的 没有腰身怎么穿啊 帮你们藏这个尾鱼肚 但是现在全世界的时尚观点是 这个腰线要很明显 没有错 你看韩国欧巴 欧巴 对不对 不要一直规定我们女生 要有小蛮腰了 男人也需要 不能再有铭鱼肚了 前提是铭鱼肚要消得干干净 那怎么办 所以这几年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些东西 你一定跟我一样也很熟悉 我先讲这个 耳茶素 你一定听过 你想要控制体重的 降低臀肌的 臀肌什么意思 过多的油脂啊 耳茶素你一定会碰到 再来 促进代谢要黑胡椒 你知道过去 冷带人 爸爸妈妈就说 多吃一点黑胡椒 发汗 发汗就能够怎么样 也可以减轻一些体重 为什么你会有水肿的问题 所以黑胡椒非常好 它可以促进代谢 很多人会使用黑胡椒 再来 其实老祖宗的智慧当中的 黑生姜 要黑生姜 品种不同 来增加你的代谢 促进消耗再来 黑大蒜 大蒜这个东西已经红了好几年了 男生吃女生也吃 大蒜对调节体质是非常厉害的 我这里提到是黑大蒜品种又更不一样了 又是更顶级 再来 其实对于我这么爱控制挺重的人 其实俊向连你都有知道 由于一段时间 甲壳素 小壳素 红过耶 不得了 一定要有甲壳素 帮你吸附油脂 不会有铭鱼肚 藤黄果呢 跟甲壳素一样 也是非常夯的 你只要减重的人 一定知道 来 可以帮助你减少社区 再来 我刚刚提到的儿茶素 这么多 让你可以控制体重 保持你的健康 最重要的时候 有的时候 现代人有个问题 为什么说 喝水都会肥 因为你没有代谢了 以我或你 你会不会发现 你只要多吃一个大餐 可能今天晚上 你去吃了一个宵夜 第二天起来 你会肿了跟面包一样 你就稍不忌口 因为代谢慢 那个体重机 就跟你互相为难了 对 代谢低了 那这些东西 都是帮助你代谢 跟维持你健康 现在最红的一些 健康营养食品 说到这个地方 我就一个问题 从杀鸡果到商业 到下面这么多的 厉害的东西 黑胡椒 黑生姜 黑大蒜 这里吞一颗 这里吞一颗 一颗 你要吞七八颗胶囊吗 其实我以前都就是吞七八颗胶囊 但是各位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你现在需要这样吗 当然不用啊 俊相我这么厉害 我是教主 来来来 我刚跟你说的所有的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然后减低你的囤积 然后吸附油脂 我都塞在这里面了 所谓的塞就是 all in one 对 我刚刚讲科技始终来自于 人性的意思是 你不需要去吞七八种东西 或吃七八种的这些健康食品 我都帮你放在里面 而且我觉得很贴心是 你知道我们女生喜欢随身包 随身包的概念就是说 这个我就带在我的包包里 你知道我又要告诉大家 一个小秘密 我常跟艺人一起吃饭 就吃饭前 大家会先拍照对不对 现在不流行了 你如果吃饭前在拍这些菜 你真的落伍了 吃饭前大家都会把东西拿出来 大家都有自己的秘密武器 家里还每个人就各自吃 各自的秘密武器 然后这一餐就吃得又开心又放松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说到这里最后提醒大家 你要减轻自己的体重 不要减掉健康 不要像以前那种好瘦 腰好细 但是脸苍白 何必呢 一定要减轻体重 维持健康 这样你才跟得上流星啊